颱風逐漸逼近 可以看到很多這個農民 現在趕快把可以採收的 先採收起來 像是在台南後壁 這裡有這個農民 現在就緊急要來收割 這個已經成熟的稻米 就怕颱風來會有損失 另外在這個屏東 也有這個巴勒農 趕快是修剪樹枝來防台 聽一下農民的說法 三屠二耳的時候 受損已經支撐起來了 可是這次颱風又來了 現在只能加緊速度做修剪 縮剪把受風面的風壓降到最低 讓樹體 樹體搖晃的程度降到最低 另外像是在這個加油 也有一些這個蚵農 一大早清晨就已經出去 要把一些這個蚵仙採收回來 也是怕到時候颱風風雨來 怕這個損失到時候難以估計 因此現在趕快能搶收多少 就是多少 毕竟上一次這個山坨 颱風才剛走不久 有一些農民已經損失不少 這一次沒想到 又有颱風要進來 實在是讓部分的農民還有這個漁民 都覺得心驚膽跳 有請到想要繼續走 Ast衛星市民 居民 居民